我真不知道 美女姐姐 你就告诉我吧 这里是苍蕴圣地 苍蕴圣地 是苍蕴邪地吧 所谓正邪 只不过是大家理念不同 分得那么清楚干什么 苍蕴邪地有六大邪王 分别是 雷蕴圣 英明鬼王 霸天丽王 闪电女王 绝灭毒王 妖魅女王 难怪之前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你是六大邪王之一 妖魅女王善青罗 不错 正是本作 怕了吧 有什么好怕的 确实我们 看够了没有 小混蛋 这一次虚蕴女王崩坏 竟然来到了苍蕴邪地 恐怕短时间内 无法和苏蕴他们会合了 我警告你 要是敢推我 我该怎么开门 等我功力恢复后 饶不了你 姐姐请 沾了口水的东西 不吃 又不是没吃过 你小子 不要脸 那些仙修应该没那么快赶上来 咱们原地休息一下再反路 好 自从白天那女子抓走阳开后 就一直被邪功修士追杀 看起来大家伤亡不小 秋姐姐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 如果我所料不错 应该是苍蕴邪地 苍蕴邪地 萧小姐 你确定这里真的是苍蕴邪地 除了苍蕴邪地 哪里会有这么多邪修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 该死 难道我们就只能被困在这里 被他们追杀吗 有人来了 赶紧快走 也就是说 你这次出来 是来找一个你们一脉相承的东西 不错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如今我实力大跌 那个地方 现在对我来说太危险了 等等 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你是不是 迷路了 我迷路了又怎么样 你早说呀 衣服胸有成竹的样子 白跟你瞎晃半天 你懂什么 这里本就有天然迷阵在其中 如今我实力不足 只能彷彷运气 说到底 还是你的问题 又怪我 不怪你怪谁 要不是你 我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你这女人讲不讲理 是你先抓的我 看来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人 我当是谁 原来是兽王手下几个不长眼的东西 属下郭元明 见过女王大人 不知大人在此 若有冒犯 还请恕罪 你们胆子不小 这是来追我的 不敢 属下只是追踪一群闯入圣地的舞者 不想冒犯大人 属下罪该万死 这就是妖魅女王的威风啊 起来吧 多谢大人不杀之恩 回去给你们的主子带句话 月前之事 我早晚跟他算账 滚吧 是 我等这就离开 我们走 好 干嘛跑这么快 你不是都打发了他们吗 我与雷霆兽王的关系并不合 之前受伤也是他带人伏击我 我此刻功力还未恢复 他抓到就完了 你好歹也是邪王之一啊 兽王为什么伏击你 只怪我魅力太大 人人都想得到我 怎么了 咱们大人月前财福几个妖女 他今日怎会如此轻易放过我的 2024 五练巅峰热血不止 每周五周六更新不断 陪伴依旧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会不了的人 纪罗永不处在五家房层 白莫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成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就继续 真的 你让他九层六气了 朱雁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冲军 先要苦起心智 牢气惊苦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了 从今天起 朱雁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大闭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boss 与无骨头 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避到无路可逃了 快跑啊 他们来了 啊 你们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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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救了 哈哈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巢 秦宇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秦宇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骂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见证将能不能吧 秦宇